五叔呢 你有在那個玄尼館上讀一個狀況 所以整個戰況在教育的部分其實是重新來過 另外為什麼講重新來過還有一個錯啊 因為當時是學日 當時暫且是學日 在戰後呢 就是學輪紅紅 所以有的學生是可能前章年年五 後章年年輪紅紅紅狀狀況 那個當時其實九年國教要實施之前 其實有選擇高雄作為示範的學校 可是在示範的學校他除了剛剛教育品質的滑落部分之外 他還有一個部分是他遇到經費跟教師不足的問題 這其實在九年國教實施的時候 其實在全台灣都有遇到這種狀況 在高雄也有遇到 就是對台灣來說 其實九年國教對破除文法 對於了解之事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政策 進了到現在二十一世紀 有所謂的十二年國教的行程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整個教育史 教育是不斷慢慢的在進步 他對於對於人格的行程 對於一個品格的養成 他其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在 從最早的所謂國語傳習所的年代開始 一直到日治時期結束 比較重要的小學跟比較重要的中學 我們都把它圖列出來 然後也把位置都標示出來 超過百年的學校有超過八十五所 另外我們這邊 另外我們這邊看到 比較重要的幾個部分 這個是跟霍山國小 或商界展覽的一個重要 他們等於他們重要的長品 好像這個學生名稱裡面 其中有比較重要的量 所謂剪輯的部分 對這個是很重要 不過原來才知道 剪輯是這個 鳳山國小畢業的校友 對不對 學生要小孩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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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